Hello大家好,我是郭博焯,欢迎中国火车站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我的后台上面 就是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 就是我最近这一两年做自媒体到底整收益是怎样的 因为我平时都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一个月的收益是多少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做了三年的牛自媒体 到底一共是累积收益了多少钱 还有很多朋友是关心 就是经常会问到我 这个自媒体到底还能不能做 到底又该怎么去做 那么呢,我也是做了两三年 稍微有一点点的自己的心得和经验吧 如果说的不好的 请大家多多的海航和包含一下 如果说觉得好的 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首先说一下所有用到的拍摄设备 一个手机 一个运动相机 构器 还有一个三角支架 就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的 这个一千块 这个一千块 这个十几块 首先呢,我选择的领域是旅游自媒体 为什么会选择旅游自媒体 非常的简单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所以因为这两句话 就是牵动了我 想要环游中国的梦想 在这里呢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一共做了三年的时间 一共收获了二十六万粉丝 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的 就是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吧 其实那些老粉丝 经常关注我的朋友 应该都是知道的 我的视频呢 没有特别的花样 就是比较的平淡 还是比较接地气吧 虽然你看我的这个标题 会有时候有些夸张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迫不得已 因为打个这么简单的例子吧 就这么说 它就好比我们的一个旋利的敲门砖吧 就是如果说你去一个公司 你连这个敲门砖都没有 那么你后面就不用再去考虑了 所以说这个标题和这个封面 对于制作视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有句话说的好嘛 提好半篇文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和这么一个道理 我是2018年毕业了嘛 其实毕业之后呢 我就一直在拍视频 只不过当时是以一种兼职的方式 给大家呈现的 真正全制作的时候 是在2020年的4月份 也就是说到今年2022年的9月底嘛 也就是两年半的一个时间 两年半的一个时间呢 去年停工了七八个月 也就是说我在外面旅行的时间 只有两年时间 做这个自媒体到底挣不挣钱 我觉得是比较挣钱的 你像如果你是在2019年和2020年 以及2018年 这三年的时间去做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挣得蓬观勃满的 那个时候的单价特别的高 随随便便你去发一个作品 都是好几万的播放量 根本也不用费尽脑子 去想一些标题和封面 所以说现在的话 拍视频的一个整体的趋势 它是有所下滑 因为做的人多 而且呢现在它的趋势还是稍微有所下滑的 虽然现在的单价有所下滑 但是你只要开通中视频 你只要有好的内容去创作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做的 但是你前期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就是居家的这一种 不用太多消费的这些领域 比如说美食 生活威乐的这一些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刚开始做这个自驾的 又或者说是旅行的 开支这块是比较大 其实我也是没有抓住机遇吧 我觉得如果你正在想做或者说是想要尝试做 我觉得还是可以大胆的去做的 我是我是2020年开始才全职做的嘛 如果说我当时2018年和2019年 我的格局高一点的话 不是外界的影响 那么我现在肯定要比现在好很多 至少可以说是抓住了第一笔机会吧 但是因为当时做的时候 不管是家里面的人也好 还是周围的朋友也好 都是非常不看好这个领域的 就是也是受到了一些外界的干扰 所以说我当时毕业之后呢 我就工作了两年 工作两年之后呢 因为要全性的去运营一个平台 因为我是没有团队的嘛 都是一个人就是当干的 所以说也没有任何人去指点 都是慢慢的去摸索 因为这个人力有到有小 有一些人呢他通过自己半年的努力啊 就能够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做任何的东西还是要趁早 就是格局上面啊 还是眼界不够太高 如果当时从2018年2019年真的做的话 不说会给我有一个字的飞跃 但是这个收益的话 会比现在高出一大截 所以做任何的东西啊 你内心的承受能力要强大 不要受到这个外界任何的干扰 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顺便呢也给大家说一下 我后面的一个转型 会就是直播就是带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旅行在外买 把一些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的厂家他找到过我 就是要我就是助人带货啊 就是到时候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印记的水果 把这些最好的福利送到大家 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多多的支持我 那么现在呢我就话不多说 我就给大家看看我后台的一个收益吧 先看看这个平台吧 这个平台我很久没有做了 因为它的单价确实是有点低 而且一个人管理好几个平台 有点力不从心 这边是有一个累积收益的 这个平台我将近有一年没有发布作品了 这个平台的话 每个月就两千多块钱吧 它基本上很稳定的 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月是一千七百多吗 上个月是两千七百多 反正就是每个月就是两千到三千的水平吧 就是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小号 粉丝呢是有一万 累积收益是八千四百多 播放量是五百二十万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单价是怎样的啊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昨天的播放量是十一连九万 粉丝的话比较少 但是它的单价比较高 我也是今年才开始运营的 现在粉丝也才一千多粉丝 9月24号的收益是一百五十七点四六元 然后这边呢就是收入最多的一个平台 这个是大号 一共收益了十一点四一万 累积的一个播放量是一连一三亿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单价 以前的单价一般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五十块钱 一万播放量 但现在的单价确实是比较低了 给大家看看每天的一个收益情况吧 每一天的收益现在也就一百多到两百的样子吧 你看 基本上还算是比较稳定吧 虽然现在单价格的比较低 反正我大概所有的平台加起来吧 算了一下大概是二十一万 好刚刚呢已经是给大家总体看了一下这个收益的概况啊 我一共是运营了四五个平台吧 到目前坚持的平台就只有三个 累积的收益大概也就二十一万 二十一万是我全职做了三年的一个时间 虽然发视频是发了三年的时间 但中途是停工了有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也就是运营了两年的时间吧 所以说实际真实的收入就是两年的一个收入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毛收入 还要扣除一些旅行的开销 我算了一下 我平均每一天大概的开销是一百块钱 那么两年的时间呢 在外面也就是大概是六万块钱吧 也就是说这两年存收入大概也就十五万的样子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